路德纪 路德纪是一部精彩的神学艺术作品 它提醒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神如何介入我们生活中每一天的快乐与痛苦 书中有三个主要人物 寡妇拿俄米 摩押女子路德和以色列农场主波阿斯 他们的故事由四个结构精美的章节组成 一起来看看这个故事是如何展开的 第一章开始就说当世诗执政的时候 这让人想起世诗记中那些黑暗艰难的日子 我们在这里遇到一个住在伯利恒的以色列家庭 他们在饥荒中勉强活下来 便搬到摩押地去找食物 摩押是以色列古老的敌人 在那里这个家的父亲死了 两个儿子分别与两个摩押女子结了婚 后来两个儿子也死了 只留下婆婆拿俄米和两个儿媳 拿俄米没有理由继续待下去 就告诉儿媳他要回家了 他知道在以色列孤身的外祖寡妇生活会很艰难 他不断地劝两个儿媳回自己的娘家 俄尔巴同意了 但路德不肯离开 他对拿俄米非常忠心 他说你往哪里去 我也往哪里去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于是两个人一起回到以色列 第一章结束的时候 拿俄米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马拉 意思是苦 他哀叹自己的命运悲惨 第二章开始 拿俄米和路德商量到哪能找食物 当时正是收割大麦的季节 路德出去 恰巧在拿俄米的亲戚波阿斯的田里十麦岁 波阿斯是个品德高贵的人 他注意到路德 在了解到他的背景后 他对路德显出极大的慷慨 让这个外邦女子在他的田里十麦岁 波阿斯这样做 实际上是在遵行摩西律法的一项明确指令 就是对寄居者和穷人要慷慨 路德对拿俄米的忠诚 给波阿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祷告 求神因路德的勇气而奖赏他 那天路德回家 拿俄米得知他遇到了波阿斯就很激动 因为波阿斯是他们家族的赎回者 以色列文化中有这么一种做法 如果家族中有人去世 留下了妻子或孩子或土地 那么家族的赎回者就有责任娶那家的寡妇 买回那家的土地来保护这家人 拿俄米看到了希望 也许他的家还有未来 第三章开始 拿俄米和路德打算让波阿斯了解他们的现状 路德脱下寡妇的丧福 用心打扮让人看出他准备再嫁 然后路德在夜里去农场见波阿斯 当他靠近时 波阿斯惊醒了 路德清楚地说出了自己的愿望 问波阿斯是否愿意赎回这个家并娶她 看到路德对拿俄米一家表现出的忠诚 波阿斯再次表示惊讶 他称路德为财德的女子 同一个词也出现在真言三十一篇中 波阿斯要路德等到第二天 届时他会在城中长老的面前合法地赎回路德和拿俄米 第三章结束的时候 路德回到拿俄米那里 他们对刚刚发生的一切感到惊奇 在第四章中一切都尘埃落定 在事情快结束的时候 波阿斯发现家族中有一个人比他与拿俄米的关系更近 那个人理应更有资格赎拿俄米的产业 但在最后一刻 那个人得知还必须娶摩押女子路德就谢绝了 波阿斯却很看重路德的内在品格 他赎买了拿俄米家的产业并娶了路德 正如起初路德对拿俄米的家庭中心 如今波阿斯也对路德和拿俄米的家庭中心 这个结局是对故事开头时那些悲剧的一个逆转 丧夫丧子的悲痛被路德的在驾生子 并给拿俄米带来喜乐所代替 开场和结尾之间的对称很值得注意 先是开场的悲剧情况 然后是路德忠诚的表现 这与波阿斯的忠诚行为相匹配 也带来家庭的最终恢复 这种对称凸显了内部各章的结构安排 每一章都以拿俄米和路德为将来筹划开始 紧接着是路德和波阿斯之间奇妙的相遇 每一章结束时 拿俄米和路德对所发生的事情都感到欢喜 故事结构设计得非常精美 事实上 这种设计与故事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有关 那就是作者很少提到神 故事中的人物有几次提到过神 但讲述者实际上从来没有直接提到神在其中的作为 这正是故事的精妙之处 因为每一场故事的背后都有神的旨意 把人物的境况和选择交织在一起 对拿俄米来说 他的遭遇使他认为神在惩罚他 但事实上 整个故事讲述了神怎样使他和他的家庭得到恢复 神借着路德和他的勇敢与忠心来完成这件事 这给拿俄米的生命带来了医治 但是不能没有波阿斯 他是一位严肃务实的农场主 慷慨又忠诚 所以神使用波阿斯的正直和路德的勇敢 拯救了拿俄米和他的家庭 所以这个故事巧妙地探索了神的旨意和人的选择 意愿之间的相互作用 神把他子民的忠心顺服编织在一起 来成就他救赎的目的 这引向了故事真正的结尾 路德纪以一个家谱结束 让我们知道 波阿斯和路德的儿子俄贝德是大卫王的祖父 而弥赛亚的家谱就是从他而来 忽然之间那些看似平凡的小事 都被编织进神救赎整个世界的宏大旨意当中了 这卷书鼓励我们发现 神同样也会在我们每个人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做工 这就是路德纪的经意